有同學大人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你這邊點下去 剛剛電啊會出現 那如果不出現 表示前面一定有地方 是他沒辦法偵測到完整 差一個地方都不行 所以呢有時候也可以 從這個地方做除錯 就是說你如果點下去 奇怪沒有東西表示你檢查一下 前面是不是有自打錯 如果沒錯清單一定會出來 那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這樣子 要用選的 然後按個空白鍵吧 他會幫你輸出或者點他兩下 那等於後面的話至終 可能同學說老師那我怎麼知道是Center XL Center 有些是慣例啦那有些怎麼樣 如果不知道沒關係 教過一個方法 以後屬性跟方法怎麼用你不會用沒有關係 記得有不要放在這個 HONIRONTO 上面按個F1 F1 F1呢就是Call Help 意思是說把官方的這個說明檔把它叫出來 那當然你們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官方的說明檔 它寫的是真的非常官方 就是說呢給你的東西 不見得怎麼講 很通順啦 這是因為它英文翻譯過來 有些 可是它不是要你看懂啦 反正你慢慢習慣就是說 你真的要把它當成是一般的 那一般我們那種 比較通順的書籍不可能啦 但是它該有的會給你 比如說哪些參數 這邊有沒有 常數啊 這邊就有什麼 有些你看得懂 有些你看不懂沒關係 像這個是好像是跨欄之中之類的吧 那有一些如果你看不懂 至少你這邊可以查到你要的訊息 那你就把它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OK齁 大概就是可以查到你要的 當然它還有其他的啦 包含就是說這個Range物件裡面 有哪些屬性跟方法 然後呢它還有其他的相關的使用方式 在官方的說法裡面 官方的這個說明書裡面都有 那只是說它不容易理解而已啦 但是如果你習慣看它的東西 也很快的你就會慢慢知道有些東西 即便齁 你之前沒用過 那這邊都會有答案啊 像我是已經很習慣了 我沒用過沒關係啊 我可以找找看裡面有沒有我需要的 因為呢 Range裡面呢 所有的屬性跟方法 就表示說這個物件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裡面通通都有 如果裡面沒有這些屬性跟方法的話 那它也辦不到 OK齁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這個屬性跟方法去了解啦 好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所以你如果知道XL Center 你就把它貼上 把它複製貼上 你自己乾脆把它記一下 XL Center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至終 其他如果靠左靠右 這個自己再把它改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顏色多重 顏色多重 那多重部分的話呢 因為 程式嘛 稍微多一點點 乾脆直接從這邊 先 先來 直接從這邊來 因為這些有些 其實 我想前面我們都打過啦 有些沒有打過的 我們直接 這樣來看會比較快一點 那我上面都有註解 其實這個顏色多重怎麼來的 是從這個地方複製貼上 貼了之後的話 我只是多了什麼 當輸出 對 輸出那個 上面是資料 A 之後呢順便給它一個格式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要給它顏色 其實我們這邊主要會針對 至少三個物件 哪三個物件 一個是 字的顏色 跟底色 還有就是框線 做顏色的設定 那特別注意 如果說將來你要 就是牽涉到有關那個 顏色的話 請記得後面一定要是 我是使用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叫RGB RGB以後的話 如果你牽涉到VDA裡面的 所有顏色啦 我建議你剛剛用RGB 那RGB的話呢 它就是什麼 紅 綠 藍 有沒有三元色 那顏色的話一定是從 最小是0 最大是255 所以像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藍色的話 沒有紅色 沒有綠色 藍色是最大 那就是藍色啦 OK 所以基本上 大概我就取一些基本色 那如果是像這個是 紅色加綠色什麼顏色 就黃色嘛 那其實如果說你將來不知道 顏色怎麼取啊 有個方法 油氣筒裡面有其他色彩 點了黃色之後按指定 255 25550 不就有了 那如果你要取淺 淺一點的黃色 其實你就把什麼 藍色數字本來0 有沒有 把它拉大一點點 它就變淺了 那其他 反正你就是自己再去找顏色啦 找什麼你喜歡的顏色 然後再製定啦 這邊都有RGB嘛 你就把它填上去就好了 不過我是覺得它 不是那麼方便啦 因為你要這邊 記了之後 然後再把它填上去 其實最好 VBA旁邊有一個 RGB自動挑出調色盤 那是最好的 不過目前是沒有這個功能 未來我想 其實我看那個 有一些開發環境是有這個功能 你打個RGB 它就跳一個 那個什麼 調色盤給你 那你用選的 這樣比較人性化 不過沒有沒關係 反正至少你知道 在這邊找到之後 把顏色加上就可以 那比如說我們希望做出什麼效果呢 類似像這樣子 分別來看 第一個 A的話我希望變藍色 B的話呢 我希望底色變黃色 C的話呢 是框線 框線變成什麼 變成紅色 D的話呢 是多一個 就是紅色之外 再加一個粗體字 大概這四種變化 那怎麼做 基本上我想 因為程式並不困難 我想前面比較難的 應該大概都差不多 接下來我們來 就是怎麼去做修改 那修改的部分的話呢 第一個 字怎麼變成這個藍色的 基本上 我基本上會先這樣打 你可以先 sales點 點 你打一個foam 有沒有 fo foam應該顧名思義 就是字 字的什麼呢 點color 有沒有 color就出來 就是 在sales裡面 會有一個foam 就自行的物件 物件裡面 有一個屬性 叫color 那你後面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 rgb rgb 括弧 藍色的話就沒有 紅色 沒有綠色 藍色最大 最大255 然後括弧 這樣就藍色 就完成 不過特別注意喔 在sales後面 本來應該有個括弧 哪一列哪一藍 不過你會發現喔 我最後再把它加上去 那為什麼最後再加上去 道理很簡單 因為呢 如果你加了括弧 點下去 他這個清單不會跑出來 ok 所以foam 他不像range range他點下去會出來 但sales不會出來 ok 所以因為兩個 他可能有不同的設定 因為sales在VBA裡面 他把它當屬性 range是把它當物件 不過這個我想 你們大概知道一下 有這個 這個不同的點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特別注意 為什麼我括弧最後再加 就是因為 你點下去 這個時候點不會出現 所以我的習慣是 先不要我括弧 不過記得 括弧最後再補上去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那個 我的顏色改成藍色 所以以後 如果你希望輸出 資料之後改顏色 那就是其實程式就這樣寫 好 那再來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的寫法是 單一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的 字的顏色更改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像剛剛一樣 字中 用range方式把整個範圍的字 全部改成藍色呢 當然可以啊 兩邊是相通的 一個sales指的是一個儲存格 range指的是一個 或多個 多個儲存格 它可以是指一個 也可以指多個 ok 所以兩邊是相通的 有兩邊的屬性跟方法是共通的 那底色的話呢 它叫做intero intero color 就底色 所以intero color 給它黃色的話呢 那就是2550 那這個顏色至於怎麼產生黃色 你們可以用調色盤調一下就ok了 那另外的話呢 匡線 匡線怎麼變成那個紅色 特別是匡線的部分 在那個 VBA裡面 你就點 它其實也很好記 叫boulder 不過你會發現 boulder 縫 它沒有加s 有沒有 可是你會發現 boulder 它有加一個s boulder s s指的是什麼 複數啊 為什麼框線是複數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 因為一個框線 上下左右 有沒有 形成一個框線 這個boulder 為什麼叫s 因為它有四條線 其實還不只四條 未來還有對角線 ok 當然理論上是上下左右 然後呢 boulder的color 點什麼呢 所以你這邊一樣有個color 那如果你要紅色的話 那就等於什麼 等於rgb 1 瓜糊 255 紅色 0 0 ok 有沒有 以後反正牽涉到顏色 記得用rgb就搞定了 最後呢 記得 再把這個瓜糊補上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上那個 哪一個儲存格的話 sales是指所有的儲存格 意思是這個工作表 所有儲存格的框線都變紅色 ok 所以特別注意 好 那 最後的話呢 字變成粗體 先變紅色 那就是foam color 等於紅色 所以應該比較容易理解 最後的話 foam的什麼呢 這邊有個叫boulder 有沒有 這個屬性 叫boulder 那當然你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邪體 還有什麼 其實在這邊應該你都可以找得到 點 boulder 那如果邪體的話 我記得應該是i開頭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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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有其他的 它什麼刪除線 shake 反正這 這裡我想屬性自己稍微找一下 那這邊的話呢 foam的 這個 board 所以打個b 等於tru就可以了 因為它除了tru跟false 按下去 按下去 跟取消 好 那這邊記得關我補上 ok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可以參考雲端的部分 就這樣 那 那 我們現在 很 謝謝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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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